嗨 大家好 今天我会分享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创造自己的wall list 这个是用chartness来做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chartness有一个 可以创造自己的wall list 然后export出去 然后也是可以做一些东西的 然后接下来也是大家都很乐意要朝底的这个message 等下我应该会加到一个东西 应该看到蛮有趣一下 刚才分析的 就它的竞争者好了 dg的手势技术分析这两个 所以这三个就是它的总共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是看时间 时间方面这个我是用chrome 然后我已经login了 我已经在里面login了 那么我按time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是我录影的时间是 12点47分 已经是凌晨 已经是凌晨 然后4月12号 星期二早上了 然后我是在雪兰那桌那边 好 接下来第一个就是wall list那边 ok 开chartness那边 当然在这边你可以看这个charting这边 你按下去 你可以按那个wall list的时候 我已经在这边了 拿一个stop listing 最重要是 开始收拾 你看到这个 我在显示这里 ok 在这里呢 它是managewall list ok 按下去 newwall list 这里就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你是 是 放的是 嗯 嗯 叫什么好呢 嗯 potential 随便的好啊 或者是要打怀疑也是可以的 不用紧的 放ok下去 然后这下 它就是空的 那你看一下我之前也有放很多 放了一些attention 还有 那个potential 现在是最新的 那么那么我们如果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边stop那边啊 这就是stop listing的时候还出这个 但是你也是放吗 旁边他给他固定了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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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先放dg ok dg那边 等一下我们会来这里的哦然后画一个是message ok message 我先看下是在 message ok 在这边 嗯就放这三个微粒子好 当我们要看的时候 啊比如说换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同样的按这边他是按这边 他按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我可以这样 放上去 那时候他就会因为我的那个 谁按摩是谁吗 所以他stock listing他就会放在下面 按同样的一个他出旁边的时候我会拿进这边他就帮我 stack up起来 这里我们可以拿大拿小的哦 ok 在这边的时候你看reasoning view就是刚 最近看的 当然 刚铁股那边这里我要改更改一下东西就是indicator indicator方面 迟一点我再分享因为这个啊我要拿掉他的 那么现在 在这种情形下我可以select 刚才fotential的然后我就可以再 按回去 这是 啊 每次我就可以不用再 啊 慢慢的按我只是按potential这个就是我留意的吗 通常这个votlist里面我会建议你们放 10到100只股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大概放10只就好 如果是那些 啊 交易员的话你 至少要分类回几个 如果你要分为总共要看的话 都会放了200个股在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你要看他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呢export进去的时候 那么要怎样做呢这个呢你还可以 export to text file export to text file的时候 你就看了放在哪里的location 然后 KLSE potential 然后attention那边也是有的 在这边我已经export了他是text file来的 你可以看一下text file是 potential 是这样的 那么我 可以这样copy进去 Control就是这里 ControlA ControlC OK 然后开个新的export那边我可以controlv paste过去 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先 这个可以保留 这个 mostly component这里我也是可以拿掉这个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可以加多一样东西这个叫做 事实上这个也是可以拿掉不用紧放下去 这是stop name 这是number 那么我这里放1 然后按在这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doubleclick下去然后再 按feel series他就会把我搞定了 在这里的时候我当然我可以用一个叫做freeze panel看view那边 你看到freeze panel这边按下去 按这个第1个选择就好了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然后拿钱拿后 好 这个当然我可以放到这样那么这样就容易看了 这里当然我可以放那些 股 股价那些 每天的股价那些 然后我就看一下我还有多少 变化啊 比如说可以这样 这样放就是 呃 我mush起来 这里有比如说放2016 0412 不要1211昨天的 然后在这边我就可以这样放拿过去 ok 所以这些他就他就帮你我我们automush下去然后是到啊这个是 星期五吗 那么这里我们就是拿从他是拿closing 然后change 我们要看% ok closing然后同样的这里我们也是可以这样 按着他select然后controll v ok 所以他就会 自动更新给我们然后我们要改正的话我们是看这样 ok double click他他就会把我们 啊收数 啊如果我们要改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拿来点 他也是会 调整的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他 他的那个收市价的时候 这是看 有方方方程式可以去算的 这个方程式我们可以这样算就是 这一天 第二就是第2天的减掉第1天 然后里面挂户 再除以 这个 息事 当然这里的例子肯定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 Divide by zero 在这种情形下呢我可以做一样东西就是if 我不放if error ok 我按bracket 如果 C4 我用一个东西叫or 如果 C4 等于空白的或者是 C4等于零 的情况下 OK关掉了然后 我会放他空 不然的话我就 实行这个这个方程式 或者我们也可以放 这个空但是不用紧 因为也是没有没有问题的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这样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看了他就是这里比较专业一点我们也是可以copy paste过去的在这边如果我们有改东西的话比如说这里是 1块 9 然后 这里是1块 9毛2 ok 那你看他就出这个这个 当然他不是巴仙 所以我们还要乘过一个100过去在这边那么他就是变成巴仙 在这里也是要做一些手脚我们不要看这样多因为 通常他的小数点没有这样这么多的就在南部那边 我只要看两个小数点 就好 Decimal place 放两个 那么这里就是形成了一个我从 这channessence那边 拿出来了然后自己这样每次这样观察这个自己的watchlist 配合那个excel那边自我制作的那个工具当然也是有啊 交代你们这些 怎样放他的方程式之类的 方程式不是很难好那么今天 呃的第1个 这个创造自己的watchlist 已经讲好了 那么我们就看 呃 message这个也最近也是蛮红一下为什么红呢 就是这里我可以按这个夹着你啊 就看大一点 好这里我就拿来这边 太远了 现在已经是面临着4年跌你看一下12345 5年跌不好是45年跌跌到今天 在这种 情况之下如果那个 呃他的这个明信在message的他的管理层如果还没有继续 灭火 没有给到那些 呃人满意的那种 程度的话 他会 再次发生这样的大跌 直至虽然他有一些人看了分析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这是市场上的情绪 你也可以看一下他这里很白的一段时间 在这里 再有这里 然后还已经是 跌破这个6.32了这里你看下 跌破这第6.32没有人逃逃命的话然后 在这里是大量的跌吗这里是有一个亮的然后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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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图加起来的话 这个叫做 嗯 叫做一个 哈拉米 ok哈拉米然后有一个confirmation至少还有一点反弹的这个是反弹波 反弹到6.32那边 不没有什么力了还出一个流星给你看着你一个流星 看到这个流星的话 看不到吧我就highlight起来 这个 就是 我可以选试的是在这一天 OK 在 7月3号 3月7号 OK 吹一个流星出来 然后 这里 有一个确定这里是 开地走高 然后才之后才一个确定跟你讲OK在这边之后还是没有跌 到后尾的时候这里他的那个新闻已经跟你讲 你看这里已经有给你一个信号提早出场 哇那叮咚叮咚到一档的时间他才爆发下来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我就不见你们去 啊 桌底 直直 看到有 这样的量出来 这个量呢我们就要看一下 OK 在底部出现这种量如果是要做反弹的话 或者是看到这种啊 这种confirmation 这种 这种这种就是 叫做 reversal candlestick button 就是 显示转态的那个 拉烛 在下跌趋势那边 你看一下 1月 29号的时候他的成交量就是有 3478万 OK 都蛮难得一下他的量通常是500多万那些没有上3000多这样的 看到这种量的时候发生 他的反弹也不会多你看这里也是有发生了一次 这边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也是26 OK这里先来这边先之后 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 总之这个 漏就没有这样多了 如果你要为了 纯粹享受做反弹 没有算进你的成本那个总共要给的成本然后对 对出来就算给你 呃成功的 低卖高卖的话 白露消害 如果没有一定他的那个他的这个股价蛮高一下的哦他要上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可以赚到一些 小甜头啊不然的话除非你的水费是蛮低的 不然都不鼓励他看这种股这种股都 不大值得 除非在一种确定的情况之下他跌到已经是 3块多的时候 然后他已经稳酷的时候啊那时我们就可以留意留意他的那个他的平板 你可以看一下他有 不是很多 12345 大概5个 不懂哪个会到期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 OK也是 这个节目找不到尾声的 这个第第3个就是DG OK 啊先要说明一下东西这个只是一个 分析 而已 不一定是准的 毕竟 我们是看到当天的走势着这样所以我们只是跟着他这样讲一 DG那边就发生一个很好笑很有趣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叫做 morning star OK 早晨之星 你可以看到这里 哇这里开始 如果在一个确定的话那么他应该会回到5块钱水平以上的 5块钱啊 5块钱那边 大概是 在底点 4点 99 OK 4.99或者是以上因为这里你看下这里他接触到蛮多不是5块钱 所以没有办法还是放1099没人放5块因为他接触 比较多在于这里你要放5块钱也是可以的 5块钱的话就是 有像差那个1分不过容易记 现在容易记这里你看到他都突破不到 第一句要转换回上升趋势的时候这5块是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 那么 突破了之后 我们还要接下来就看的就是523还有这个 544 蛮多一下那个阻力 569 有三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平单如果 知道他确定他最从这里上升到 5块699的话 基本上我是可以 去 瞄准他的他的 高博人 在这样的账户之下是你可以看一下 OK 在这边 4.85 OK 母股只是上升到 OK母股只上升8角色就是17.38 8%情况之下是我们的平单应该可以上升到100%左右 这个就是平单的他的模拟当然你要从第1个条件之下你要知道他的价位这种价位只有经过 基本分析才可以知道还有类物配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看他进场即是进场即是出场的时候 低级也已经是到了底部这里可以先看看是 是底部了还没有跌低过这个 4.71 就是这里最低点 就是在 1月29号同样的时候那时是大跌 OK 4.72还没有跌破 所以 这里 没有是一个破坏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 在底部这边徘徊着 所以这个5块钱是蛮关键的现在刚好是 在 哎刚好是在收在那个他的 搞一点点4.84的那个他们画画到蛮美一下啦 4.84就是看着你借出的拉住比较多OK 但是量不够多 最最有趣的就是这个 OK这个就是低级 所以这种 可能是Mexis的那些 投资者 拥进低级也说不定 他另外他的那个竞争对手是 Asiata Asiata那边也是跌 你这个 三只 三只 股这三只股也是 大马这个 30分 中子大马股里面 OK 那么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兴趣要报名的话这个就是很简单的url 你可以打这个url OK 然后清楚知道这个是g0 啊 gou啊 这个是小写.gl 这里是kcentive 就是他大写跟小写是蛮敏感一下 这个是0 然后是大P 小W 然后大H 7 然后大L 那么你按进去的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我所说的这边 这边就是我 我在 4月17号的那个简称我已经是简化了好 这里的地址也是有了然后 啊大概是大概跟你讲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 啊 算是一个入门可以了如果要整天的课程的话 现在是 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去准备做到这么多东西 那么 如果 有兴趣的话你才 啊 按这个链接吧 不然的话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还记得这个是在 啊 4月17号而已哦 就是4月17号之后你 报名的话就看是另外一堂了在另外一天应该是5月多 基本上一个月应该会举办至少一次最多是4次的 呃讲座会 第一方方面 就要看一下也不确定看一下在哪里也是看我的心情还有那些 很不方便的东西啦 好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观察啊看观看我的这个 啊 video 今天就 啊这样啦 拜拜